我们来看到下一份简历 肖娜 女23岁 山西人 山西青年职业组大专 会计电算化专业 来看一下这份简历 我对这个选手特别担心 因为他的简历 在一般HR那儿就很难过 因为他四份工作 除了那个实习工作之外 其他的工作都没有超过五个月 他这个离职原因 我觉得真的看到有一点受不了 第一个就是公司倒闭 第二接受不了电商 这个吧 我是有特别具体的原因的 就像那种公司倒闭了 我也没办法呀 对不对 其实我就是有个人原因的 而且都特别充足 我特别想问一下 在座的有哪一些企业家 是经常去酒吧的 能举手试一下吗 什么叫酒吧的资客 就是拉客 拉客 不是 不是 他是劝顾客喝酒的 酒托 是拉客的是吧 就是劝你多喝酒 然后消费更高的酒 哦 是为了促进消费 我觉得他对这个资客有误解 这个资客就是相当于迎兵 对 他有误解 真的 他最后写了一下 来北京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呢 呃 长期的加班导致失眠 酒局没时间参加 喝酒少了 哈哈哈哈 很期待这个 好样的 我们掌声有请 萧娜 谢谢员好 各位企业家 经验团的老师们 以及现场所有的高级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萧娜 来自美丽的古独大同 然后我今年23岁 在我前面的20几年 我觉得稍稍带了一点传奇的色彩 然后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是想找一份关于人事助理 或者行政助理的工作 谢谢大家 有多久没喝了 来了北京就没有喝过 来什么时候来的北京 今年8月份吧 有三个月 整三月没喝来 那个酒虫子养过 不养不养 能喝多少 对人 对什么人喝多少 就是 就是演员特别好的人 谦卑不醉 然后对讨厌的人 一滴就醉 这里有谦卑不醉的吗 我觉得 对马瑞 对马瑞可以谦卑不醉 哎呦 好 所以他在说你 那这里的谁 会让你滴酒不喝呢 那个我用眼神可以吗 我是吧 不是 谁 那个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跟他就滴酒不沾呢 因为 因为我看那个往期节目 我觉得他特别爱怼人 其实我最善良了 我老帮助选手 我慢慢聊啊 别急别急 这姑娘很有意思啊 什么叫滋客啊 滋客就是相当于是迎兵的一种 就是带领客人入位 是这样啊 对 迎兵而已 就有点像引导台一样 是这意思吧 对对 那你为什么那么能喝酒呢 你又不需要陪他们喝酒 你怎么那么能喝呢 是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 主要是我爸就能喝 哦 你爸能喝 因为我家是 我家以前是开饭店的 哦 我家开了26年饭店 那你在你们家饭店做滋客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那个 我不是高中就用了一年半 我就完成学业了吗 完成学业以后 我是跟学校商量的挂的学籍 哦 然后那个高考的时候 我们老师跟我说 你回来递交一下资料 哦 要高考 你是天才啊 然后我就去递交资料 然后就考 那你那一年半干嘛去了 一开始是在那个 KTV 然后因为离我家近 然后就选择了就是 资客这个行业 因为简单 哦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去KTV工作呢 你有好大把工作可以锻炼自己啊 因为我爱玩 各种嗨 各种嗨 对 怎么嗨 来 就是 教教你叔叔啊 怎么嗨啊 就是 你喝酒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的 你就嗨起来了呀 所以是你的性格相对于还比较感性 是吧 有理性的一面没有 有吧 在工作当中 我不会把我生活中某些状态 去带到我的工作中 那我们就说上一份工作 你什么时候来的北京 8月份来的北京 家人知识吗 我爸 我爸一开始不知道 不知道 其实我来了北京只是就是来玩 然后就是我特别好奇 为什么北京这个城市这么多人向往 嗯 然后我就决定就面试一份工作 就是我的上一份工作 做电话销售 嗯 电销的这个业绩怎么样啊 因为我们其中有18天是在那个N部是培训的 然后培训的时候我成交了一单 然后下部门也就 你的程序排名怎么样吧 跟大家同事比起来怎么样 就是中党 中党 对 你怎么来到菲尼莫属 这一个那个就是经纪人 然后给我打电话 然后说那个你不是离职了吗 菲尼莫属这样不是有那个求职节目吗 我们先上去尝试一下 那老问题问一下 你了解这些企业吗 像斯凯勒是做户外的 斯凯勒 对 因为我运动这方面 所以说这个户外我稍稍看了一下 还有呢 然后就是那个银朗 银朗是干什么的 就是文化传媒这一块 什么策划了执行了这些 还有哪一家 得胜 你面试什么工作 人事助理跟行政助理 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5000家 你最想去哪家企业 是马瑞的企业吗 对 为什么 就是喜欢 因为喜欢老板 所以要去他的企业 那你去干什么呢 什么都能干呀 马瑞交给你了 马瑞交给你了 你要担心安不安全的问题 你的人身安全我负责 我练过房老鼠 马瑞注意体育生 不是 是这样子 马瑞以后就别练 我很少不好意思的 因为你太主动了 好 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首先 你两个小小的问题 因为你的工作履历来讲 你的四段工作经历 你最多的只干了六个月 最少的是干了两个月 以及其实你今天的个性 说实话 你要应聘人事专员跟行政助理 真的非常难 所以你自己要想清楚 这么多的企业家公司的需求 肖娜 你喜欢马瑞 能不能说一下 你喜欢他的什么 对 因为你只是说喜欢他 这是一个论点 那到底是什么呢 是就是感觉 还是有一二三 只要是他就喜欢 但是你喜欢 今天录的花都需要你哦 是要改的 对啊 我觉得 如果是马瑞 你了解他多长时间了 如果马瑞公司不要你的话 你会选择白白 还是继续习惯 对 这个问题好 我觉得要是马总一直给我留灯 到最后的话 我会选择马总 那你问他 是不是一直留灯嘛 你问他 你想听真话假话 真话 不一定 那为什么呢 其实这样子的 因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包括在我公司的 因为我讲一个案例啊 因为有一个女孩 他非常喜欢我 喜欢到我到任何一个城市 去参加活动 他都会飞过来 我的每条微博 你知道他转发多少条吗 最多的他一个人 可以转一万条 然后呢 我就给了他工作机会 但是进到我公司之后 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我不会因为你喜欢 我就要多宠你 我不会因为你喜欢 我就要多去包容你 不会这样子 就是因为了解 所以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两个月之后 我就说 你就继续地去选择一个 不适合你的工作 虽然他现在 依然还非常地 喜欢我这件事情 所以那是他的事情了 但是我尝试 从我自己角度上 我给了他工作机会 可是我发现是害了他的 我喜欢马总 是我喜欢马总 但是如果我在工作上 我不会把我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姑娘 我觉得她 一点都不理智 我为什么不想的 因为我到了 我自己喜欢的老板公司 我要让她看到 我自己有多优秀 我要让她看到 我在她的手底下的培养的情况下 我努力成长到哪一步 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我去改善了我的生活 而不是说 我去了你的公司以后 我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然后我又回到了贫困时候 你很难 你很难避免自己 为了感情而工作 我觉得喜欢是喜欢 爱是爱 但是很难分得清楚 很难分得清楚 到那时候能分 有一个成语叫做情不刺惊 对 很多人情难刺惊的 我倒没有疯狂到那种程度 我没有说你疯狂到那种程度 但就今天你在第一环节 所表现的来看 你说你喜欢她 你却说不出你喜欢她什么 她不是那种说情绪不稳定的女孩 她是那种很活泼的女孩 她大大咧咧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好她的性格 还有啊你说你最大的辞职原因 是因为你想面对面的销售 可是你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所表述的 你离职的原因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你认为加班加到九点半 没有加班费没有调休 不加班必须给出合理理由 没有理由就被辞退 这些你都没有说啊 为什么不说呢 不好意思 你接受加班吗 接受 接受加班的评次 一周大概多少 一周三四次或者是两三次都行 但是我不觉得 我说从星期一加到星期五 然后星期六星期日都在讲 你觉得会影响你正常的社交吗 这个倒不会影响 那我再接着问个问题 如果你是上加公司人事专员 面对了像你刚才 对加班有抱怨的员工 你会怎么讲 会觉得我说 你是真的对这份工作 就是不接受了 还是你觉得就是如果加班这个 就是程度 在上下协调的程度上 有所协调 会达到你就是 跟你的所设想的 就是上下没有浮动的时候 我接受这个工作啊 那么我每天都要有余约会 我要去跟朋友 有喝酒有饭局啊 加班我可能是今天不行 明天可能也不行 那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喜欢工作啊 我下班了 喜欢这份工作 你就应该接受它的企业文化啊 那你为什么要来呢 企业文化 如果这份工作 给你带来了不舒适感 或者是你觉得一上 就是上完班以后 只要一加班你就头疼 或者是你觉得厌烦 我觉得你 但我觉得不应该不给我加班费啊 这个你可以申请劳动总裁 是 上大根文化 这就往分了才 其实我觉得完全不适合做人事的 这样吧 行政专员和人事专员就别想了 我们感觉你这样的交流方式相对随性 至于活动执行适不适合做 我们第二轮再考察一下 对于第一轮的出印象去活流 还有十盏灯 天生我有才 你来排一下序好不好 行政人事活动执行 活动执行吗 第一个是活动执行 那你说一下你做过的活动执行 就是那个古典美人摩托大赛那个 你负责什么工作 就是厂内厂外还有厂上厂下的协调 如果我们此时此刻 我们的化妆老师马瑞老师 他发脾气了 他觉得你们没有安排好现场的氛围 比如说他的化妆间不合适 或者灯光等等 他生气了 他说我不高兴我不想上台了 你怎么协调 马老师要不这样吧 您看就是我 咱们以大局为重 我现在给您就是 换您认为合适的化妆间 我现在只要这个化妆间 并且我的化妆间是不可能有其他人出现的 这是我自己的休息室 化妆间 您要这间 行 没问题 比如现在他们都在这儿 小易在我房间了 对 我不熟 他是一个很小排的人 在这儿待着就不走 对 就不走 对 哼 来 所以你看你刚才就露怯了 你说你喜欢他对不对 通常的安排这样的人 对于自己非常了解的这位明星或者是嘉宾 通常知道他的爱好 比如说他喜欢喝什么咖啡 他喜欢干什么 你去弄点他喜欢的东西 让他先消消气 第二 再找他的助理或者是他的经纪人 来帮忙你去劝说 对 马上就搞定了 你就没有经验吗 我当时接触的那个策划 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当地的那种 就是小策划肯定不会三四线城市啊 怎么可能说跟一二线城市的这种大咖大活动去比 肯定是没有可比性的 其实活动之中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的是没有人教 没有人 没有人在这个时候告诉你怎么办的时候 你本能的先不怕 然后你本能的相信我能成 然后才能够去把这个事办了 这点特质在年轻孩子里面 我觉得是非常宝贵要珍惜的 所以总而言之我认为这姑娘 如果她真的走心的话她能做好 就关键她是不是很看重这份工作 好不好 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年后辞职时公司一直挽留你的动机 你认为是 一是公司认可我的能力 或者认可我 所以想要挽留我 二是因为 年后离职的人确实多 然后应聘的人也多 所以为了维护公司的一些正常的运营 或者是这些技术 她会去挽留你 来 这句话的解读 她总体来说还是蛮聪明的 她其实的整体分析 我觉得基本上已经比较全面了 我这个情商课堂 其实已经有很多选手了 你可能是最让台下嘉宾很难再补充的 我至少我这么看 她其实说的蛮钱 有补充的吗 我也没法补充 她确实说的是 情商 主观跟客观都说得很好 来 第二轮选择徐霍 还有两盏灯直接进入 谈钱不删感情 来 说一下你的职位 六人游定制旅行给你的岗位 是旅游顾问的助理 不是销售 而是用我们的知识 去服务我们的用户 去给他们快乐地规划行程 其实我还挺喜欢她的 因为她就是 之前的生活经历 我还挺有感触的 我其实上大学的时候 我也很喜欢玩 然后我做了一份美工的工作 就是能一边玩一边赚钱 自己还很享受 对吧 所以我给你一份我们的执行助理 因为你没有经验 进来之后还是要继续学习 那么起薪的是五千加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节目 其实是有一个约定的 是你进入企业之后 是要做 我们一定会给你三个月的 这个时间的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要说出来 就是如果不能够 控制情绪的话 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 撑倒三个月 所以这个我把说到前头 嗯 明白 来 思考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银朗文化》六人游 谢谢再谢 你的选择是 《银朗文化》 谢谢 对 曹总是来走台步的 我把你非常好 对 给他一个握手 你抱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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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瑞为什么不抱呢 也抱一个嘛 哇 哇 谢谢 其实啊 刚才你最后抱了他 又抱了他 你唯独不抱 马瑞走的时候 其实内心看得出来 你其实不是那么随意的人 其实你内心是有自己的要求和底线的 你把这个东西带到工作当中去就好 喜欢一个偶像 喜欢他就是要尊重他 而不是上来就掐呀抱呀摟啊 那是不行的 所以说我那时候其实想跟那个 其实你心里想死了要抱 但你克制住了 对 克制情绪 明白吗 明白 谢谢 谢谢 再见 收获就是 我确定了自己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 其实我之前是一直是矛盾题 其实我并不清楚我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我会用我激情 去把整个就是活动策划 我所能做到的东西 绝对要做的最好 让宗忠觉得他没有白选我